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我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科学家已经证实了,人的眉毛能预知未来 当你的眉毛出现这个信号,一定要小心了 出门一定要多留意,否则后果很严重 人常说相由心生,所谓相由心生指的是一个人的外貌 是由其内心所决定的,因此如今才会有面相学一说 相不做独论,看相要结合手相面相 必要是更要结合八字来看了 而一个人的眉形是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一生命运的 甚至能够预知未来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五脏六腑的肾衰和病变都会通过精血等介质表现于体表 因此很多医生可以通过妄诊来判断病人的病情 古时候有一个传说了 东汉末年,医生张仲景 遇到十年二十多岁的文学家王灿 出于职业习惯,张仲景对王灿进行了妄诊 谁知道,这一诊竟诊出了二十年后的病 张仲景告诉王灿说 你呀,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 如若不然再过二十年,你的眉毛就会脱落 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 王灿始终认为张仲景的话不足为信呢 结果二十年后的某一天,王灿的眉毛果然慢慢脱落 半年后就病逝了,年仅四十一岁 为什么王灿眉毛脱落后就死去了呢? 原来,眉毛是健康情预表 一些病症通过眉毛就会反映出来 因此古人们在过去呢,把眉毛叫做保兽观 拥有疏朗而整齐的眉毛者最长寿 弯弯的两道眉毛不仅给人的眼睛增加了一道屏障 我们还可以通过眉毛的一些症状来反映出我们身体的状况 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们关于眉毛的相关问题吧 一,眉毛变长亦衰老 一般老年人的眉毛呢,会比较长 年轻人的眉毛啊,比较短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眉毛长而旺盛是衰老的征兆之一 古人常说,眉长者而受久 其实,眉毛变长和活得是否长久关系不大 但却是衰老的征兆之一了 眉毛变长是身体机能的调节机制 开始出现功能降低的表现 出现这样的问题对策呢,是长按不老学 如果发现眉毛开始变长 且逐渐变得旺盛 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调节饮食和生活习惯 保持一定的食欲 是抵抗衰老最好的办法之一 其次呢,就是要多运动 每天健走半小时以上 不能让肌体一直处于悠闲状态 否则身体就如灵箭一般 不用就会生锈了 合骨学和内观学呢 是人体自带的不老学 只要有时间啊 随时随地都能按 需要注意的是 按压时 以穴位局部有酸胀感为宜 不过合骨学啊 孕妇静按 2. 眉毛干枯 肺不好 眉毛少 而且显得干枯 说明肺部出现肺气不足的现象 肺气不足的现象 会引发一系列肺部疾病 外在则表现为咳嗽 咳血 气短 有时候啊 还会出现凶闷现象 如果不重视 很容易引起肺癌 很多肺癌患者发现时 已经处于中晚期了 所以 眉毛出现干枯现象时 一定要多加留意肺部健康啊 出现这样的问题对策是 多笑多吃白 中医有长笑宣肺一说 大笑能使肺扩张 还可以清除呼吸到浊气 人在开怀大笑时 可吸收更多的氧气 氧气随着血液形变全身 让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充满活力 养肺要多吃白色食物 比如银耳 百合 花生 白菜 萝卜 冬瓜 莲藕 山药等 三 眉毛上翘 亦得膀胱炎 此处所说的眉毛上翘啊 不是说眉毛本身的形状 而是毛发本身出现了上翘 膀胱呢 是人体内部负责排尿的器官 其一旦出现问题将会影响身体整体的运行与健康 出现这样的问题对策呢 是多喝水不憋尿 建议大家呀 平时应注意多休息 多喝水 冲洗膀胱 另外注意不要憋尿啊 注意清洁卫生 保持下身干净 内裤的选择也需要多加注意了 穿棉质的内裤 避免合成纤维制品 否则会妨碍适当的空气流通 进而促进细菌的生长 四 眉毛脱落 气血不足 眉毛和睫毛一样 都是会自行脱落 再自行生长的 眉毛更换的周期是有规律的 一般在三至五个月 如果周期过短 说明啊身体处于不健康状态 眉毛淡疏异落者 多见于气血衰弱 体弱多病者 这类人群容易手脚冰冷 肾气也较弱 眉毛过早脱落 说明甲状线的功能在减弱了 尤其以眉毛外侧三分之一处最为明显 此外 眉毛异常脱落 还有可能是颈椎偏胃 由于偏胃的颈椎压迫了神经根 使功给身体毛发的营养受到阻碍 产生眉毛脱落现象 同时呢 也可伴有脱发现象的发生 5.常见眉病 这些眉病啊很常见 如眉毛下垂 眉心的黑头粉刺特别粗大 是因为颈椎压力太大 因为这里反射的是第七节的颈椎的压力点 假如颈椎很不舒服或者压力很大 眉心这个地方的毛口呢 就会变得粗大了 眉毛长痘痘 因为坐姿不当 造成颈椎过于疲劳 由于坐姿不正确 或长时间保持同一坐姿 使颈椎处于长时间向前驱的疲劳状 颈后肌处于强直状态 违背了正常的颈椎生理曲线 就很容易造成颈椎病的疲劳 眉心疼痛 常常是伴随着颈椎疲痛出现的 由于颈椎骨质增生 压迫三叉神经所造成的疲痛 眉毛一高一低 由于颈椎曲度的异常 导致出现各种颜面部的问题 在外观上可以看出 脸部眉毛高低不平 鼻梁弯斜 眼睛比例不对称 鼻孔大小不均 嘴角高低不等现象 六 护眉就是护健康 眉毛不仅仅是脸上的一处风景 还和身体内部的健康紧密相连 但是99%的人都不知道 眉毛也需要护理 第一 经常清洗眉毛 很多人在洗脸的时候 顺带将眉毛洗一下就完事了 其实这并没有达到 清洗眉毛根部的功效 眉毛根部会有眉毛分泌出的油脂 如果长期得不到清洗 将会堵住眉毛附近的皮肤 无利于眉毛生长 第二 经常梳理眉毛 眉毛和头发一样需要梳理 每天除了梳头呢 也要经常按摩梳理眉毛部位 第三 不要拔眉毛 拔眉毛啊 会使皮肤和毛囊遭到破坏 长期如此 眉毛生长呢 就会变得不规则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 长期拔眉毛 会使眼瞼周围的皮肤松弛 眼皮松弛 老十岁 而且啊 是不可逆的 第四 浓眉小妙招 想要眉毛浓密啊 也可以从娃娃抓起 孩子满月至三岁以前刮眉毛 每隔一周刮一次 连续做三次 虽然说我们的眉毛的形状不会发生改变 但是我们的眉毛上传状况 是会发生一些改变的 其实每一种改变都预示着 我们的身体在发生不同的情况 有人就说了 眉毛浓黑也不好啊 眉毛长得长也不好 眉毛竖起来更不好了 那么什么样的眉毛才算是好的眉毛呢 其实啊 好的眉毛只要满足两个特点就可以了 第一 排列舒朗 第二 整齐有序 满足了这两个特点 不管眉毛是否浓密 也不管眉毛长短与否 都是健康的 通过介绍啊 相信大家已经对通过眉毛预知健康 已经有所了解了 眉毛不仅仅是脸上的一道风景 还和身体内部的健康紧密相连 但是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啊 都不知道眉毛也需要护理 眉毛是健康的提示器 大家花一分钟时间自测一下 及时发现问题并清楚 所以啊 我们也要好好护理我们的眉毛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 分享 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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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